在当下这个营销炒作手段层出不穷的网络时代 流量明星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人气与实力不匹配的代名词了 人气高才华却不够的流量明星总是被众人嘲讽 其实如果明星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带给粉丝积极正面的影响 人们就不会用贬义的眼光看待流量明星 王一博作为当红的顶流明星代表人物 现在的人气已经算是非常火爆了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位1997年出生年仅23岁的小鲜肉是一夜爆红的 但是爆红的背后是他用了近10年的努力才换来的今天 王一博 中国流行乐男歌手 演员 主持人 男子演唱组合ULIQ的成员 职业的摩托赛车手 喜欢滑板 喜欢魔术 说相声也颇具潜力 许多人感慨王一博运气好 但实际上是他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才换来的今天 23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才刚刚开始 而23岁的王一博已经出道6年了 13岁的时候王一博远赴韩国当练习生 对于还没有成年的他来说 身处异国他相语言不通 是孤独和艰难的 长达4年的练习生生涯 日夜高强度的训练他都坚持做到了 他从小就对舞蹈有着深刻的执着 舞蹈是他的初心 2014年他作为男团UNIQ成员出道 成功的站上了舞台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 出道5年直到2019年的夏天 一部陈情令的爆火 才让他真正的成为了一线男星 在这几年间 他不仅作为男团成员 在演艺圈活动 还客串电视剧 给电影跑龙套 代班主持等等 他尝试过很多方向 一直在探索人生的无限可能 从一开始进入娱乐圈的小白 到现在大火的电视剧的男一号 从台时都记不住的 跑龙套演员到一线男明星 这一路观众都见证了 他的成长和历练 王一博通过陈情令的 蓝忘记一角爆红 圈粉无数的原因 就要归结于他的表演了 他对于角色的完成度非常之高 剧中的一瞥一笑 一琴一剑 都充满了清冷 淡然自若的气质 正是因为他清冷 而又不高傲的气质 才会融合出一个独一无二 不可取代的蓝忘记形象 能够很好地把握住蓝忘记 这个角色的情感走向 完全离不开王一博 这些年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努力 回顾他出道的这五年时间 他参演的各种影视剧 从人间世卫是清欢的翟之卫 到超凡天赋的魏一诚 带到陪你到世界之巅的迹象 包含了现代爱情 古装玄幻 电子禁忌等等 每一个领域对他来说呀 都是一次新的尝试和挑战 每一部作品 他都在不断地突破自己 所有的机会 都源自于他自身不懈的努力 王一博的演技是永不共睹的 如今的他呀 正朝着多元的方向在发展 台上的他是认真努力 有自己态度的歌手 演员 舞者 主持人 台下他是爱冒险 热爱生活的大男孩 热爱的事 是他人生当中重要的催化剂 他可以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 投入到百分百的热情和努力 坚持不懈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一直在挑战自己 从来都不会被困在 某一种固定的风格当中 作为演员 他可以把角色诠释得非常到位 让观众感同身受 而作为歌手 舞台上的他呀 光芒四射 充满着魅力 作为主持人 他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之上 能延善到一路成长 他喜欢摩托车 为此呢 一直努力加入到了 万里达亚马哈车队 成为了一名职业的赛车手 2019年8月 他在珠海参加 亚洲公路摩托车赛的正式赛 然后获得的是 第一组的新秀组的第一 获得合组全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时尚赛道 尽情的挥洒激情与速度的王一博 让大家看到了他完全不同于影视屏幕上面的另一面 他还非常喜欢滑板 不管是在机场 还是在片场 随身携带滑板 也成为他特有的出场方式 2019年6月 他参加了国内首个以滑板为主题的 禁忌真人秀节目 极限青春 在这个节目当中 展示了他在滑板运动上不断挑战 技巧日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用多才多艺这个词来形容王一博再合适不过了 天赋再加上后天的努力 他几乎成为了十项全能 只要是他觉得喜欢的事情 他就要做到极致 他的人生态度就是 跟着自己的心走 不去做自己都不认可的事情 很多人喜欢他 就是因为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种正能量 能够勇敢的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平时看起来很高冷的王一博 本质上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四亿少年 内心善良温柔 前段时间他在天天上上的节目当中 为医护人员亲手做了一碗 自己最爱的芒果米粉 不仅温暖了医护人员的心 也温暖了所有的观众 他在节目当中说到 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别人的力量 他说过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 是我现在对于未来的选择 他真的做到了 这一次疫情期间 他先后两次向疫区捐款 在他的带动之下 他的粉丝们也向疫区捐款超过了200万元 他的行为是粉丝最好的引导 同时也是一名偶像应该有的担当 在娱乐圈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之下 王一博一直在坚持自我 保持真实 为自己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 他的成长是一个勇于突破和挑战自我的过程 13岁去韩国进行残酷的舞蹈训练 回国之后多期发展 影视剧的演员主持人再到极限运动 他无惧挫折 远离舒适圈 从青涩到坚定自我 不管是什么时候的他都闪闪发光 从青涩到坚定自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